赢得男士 挑棒弟兄 台湾全服会10月20到22号 第34届年会 以圣灵的火为题 包括金门香港 及台湾400多位弟兄 及眷属齐聚新竹 热情敬拜赞美 操练与神相遇 领受圣灵医治释放的大能 我们需要两代同行 我们需要年轻的兴起 我们需要壮年的兴起 我们希望两代彼此成全 资深的成全年轻的 年轻的成全资深的 有一个为父的心 这个叫做仗于剑的一个侍奉 在他们工作上都面临了一些瓶颈 但是在那个难处当中的时候 他们都依靠圣灵 有的走过三年 有的走过五年 后面他们都能够反败为圣 甚至于他们现在回过头来 去照顾那些年轻的 年轻的有需要的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 全福会兴起弟兄积极投入国度侍奉 参与布永康 安卡罗 马都纳多 国外讲员特会 城市祈祷早餐会 甚至今年双十节为国祷告会 带领敬拜赞美 结合教会弟兄姐妹福音外展 年会不仅为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 还邀请台北市议员曾献吟 分享政治领域见证 以及宜兰分会长林维正 生意转亏为盈的见证 省望弟兄们的信心 想要放弃的时候 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用敬拜 用赞美 让我的心跟神的心是能够相连的 好让我那个沮丧的 想要放弃的都能够重新得力 有力气的继续来跟随跟面对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利益冲突的时候 你怎么彰显出基督的香气 你怎么彰显出基督的教导 所以秦会也是一个 双职传道人的一个使命的平台 台湾全服会借由使徒团队 带领全台500多位职场人 领收圣灵教灌 投入RPG复兴祷告运动 以及国度侍奉 参与上帝属灵的大首歌 以上是GOOTV新闻中心 新竹采访报道